已經為人附的金融市議員張正豪特別關心兒童相關福利 除了呼籲金融市政府在親子廁所真實安全座椅 張正豪也建議目前開放6歲以下使用的各區兒童樂園 應該做更細緻的分離 以免大小孩混零使用發生意外 市長 128公分這個作為一個分類 這表示128公分以下小朋友 從670公分到100公分到128公分 那都是都在這個遊樂園裡面玩 其實這是一種混零的遊樂方式 混零遊樂方式有點危險 因為你可以有一個接近6歲的小朋友 跟一個不到2歲不到1歲的小朋友在那邊玩 所以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要再給你多一個建議 我希望你的室內遊童樂園的規劃 能夠再做一些更細膩的分離 讓小幼童 比如說呢 比方說 比如說 0到6歲嘛 你可以把3跟6再分開 有一個更幼兒的遊樂的區域 謝國良則透露 將在西岸規劃兒童職業體驗博物館 以消防等公務職業為主 希望邀請北北基陶的學童一起來體驗 我們目前是有在西岸周圍 希望能夠規劃一個兒童的職業的一個體驗的博物館 那這個兒童體驗博物館可以從 大部分是從公部門的領域找手 納入在我們這個案子的一個精神當中 然後邀請北北基陶的學 就是小學6歲到12歲的孩子 都來跟我們一起共同的體驗 喜愛閱讀的張濁浩也秀出他的 基隆市立圖書館借閱證 他批評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因為工程延宛遲遲未開放 結果被利用市政府視為政績的24小時書店 卻是週五到週日才有 讓他覺得很好笑 不是這個書店存在是笑話 而是你把這個當作是你的施政報告 當作是你一個政績 來自我吹捧 說我們沒有推動24小時的書店 結果你放著我們的公共圖書館 遲遲的沒有開放 結果在那邊弄一個 也不是24小時 是一個似不像的這個政策出來 與其這樣 你不如把自己的心理 放在我們公共圖書館 儘速的讓他開放 儘速的把他的相關的施工改造 儘速完成 這個才是你們重要的事情 針對日前發生多起營養午餐事件 張濁浩也都擁有超過40班的 民傳國中及新一國校 竟然共用一名營養師為例 要求金融市政府負起責任進行改善 讓專業人員能全力把關 為學生提供更營養安全美味的學校午餐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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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